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给大家讲一下咱们武统 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弹导弹 借伊朗的弹导弹讲一下 弹导弹攻击有哪些特点 包括我们发起武统的时候 打美军的军事基地 包括日本的军事基地 等等 要注意哪些问题 现在很多人谈到伊朗导弹之后 谈到什么呢 这个弹导弹有局限性 这个伊朗的弹导弹 其实咱们之前谈过几个种类 流行三不就参照劳动导弹吗 朝鲜那个 实际仿飞猫腿的导弹很多 伊朗的导弹大多都是500到900公斤的 常规弹头 爆炸的大量的金属碎片 杀伤力相当于一枚航空炸弹 一架战斗机一次带4到8枚的 900公斤的航空炸弹 也能完成类似的任务 所以弹导弹是不可重复使用的 而这个战机是可重复使用的 而城门又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提出一个观点 伊朗的弹导弹包括中国打美军基地 可能得不偿失 但我要讲它要干什么 弹导弹就不是最终要消灭的 弹导弹是让你暂时休克或者叫什么震撼 在你短暂的这个思考人生的阶段 就遭弹导弹攻击思考人生阶段 我突防的是我的战斗机 是我补刀的战斗机 战斗机才是最后要杀死你的补刀的 咱们明白这个整个的攻击流程 实际它的弹导弹是适合压制敌人 运动部队的这个机场 包括机库 包括它的导弹阵地雷达 是干这个的 也就是说让你的战机起飞不了 不能拦截我的战机 它是干这个的 所以你通过伊朗的攻击 它整个战术 咱们详解以后 你看它为什么去攻击以色列的机场 它为什么攻击以色列机场 它就是防止以色列战机起飞 这个阶段它起飞不了 导弹攻击时刻 这一两个小时它是没法起飞战机的 我们要这一两个小时足够了 这一两个小时就足够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战机对它进行攻击了 就补刀了 弹导弹成本非常高 这个大量发射一定是非常 我给你举个例子 飞猫腿的每枚造价就15万美元 中国东风15 是150万美元 而这个伊朗的弹导弹大约是10万美元一枚 东风21 这个中程弹导弹导弹是1000到1500万美元一枚 所以你算一下 吉达姆才23000 23000美元一枚吉达姆 而这个防空导弹就更贵了 你看这个 美国的巡航导弹应该是110多万美元 防空导弹据说 就按照这次吧 这次以色列的防空导弹 据说它两个营全寿命的费用是在185亿美元 快赶一次航母了 全寿命两个营就180亿美元 费用是远高于发射几枚弹导弹的 就说我弹导弹不是说没有这个意义 而是消耗你的防空导弹 你的防空导弹是成本更高 防空导弹是更贵的 所以咱们看它不是没有意义 就是大量消耗你的防空导弹 你的防空导弹消耗掉 我的空军攻击你是吧 就省得你打我了 让你饱和当机 而且费用现在看 就是越防 它越防不住 因为防空导弹成本太高 你说这个铁熊吧 一个拦截弹要5万美元 刚才讲了吧 这个攻击弹才多少钱 哀规者三 一枚弹是495枚 然后呢 为了保证成功率 你至少得两枚吧 700万枚没了 小1000万枚没了 就打这一次 来意味啊 这是 我就不多说了 你可以算一下成本 哀规者系统 雷达 成本更高了 总来说 就是真正的实战里边 一旦开战 那么自己的弹道导弹 就是说被弹道弹打击的一方 实际 弹道弹是不可能要求对方停战的 咱们一定要明白 你用弹道弹 光用弹道弹去打 是不可能要求对方停战的 伊朗也没有说这次去打以色列机场 要求以色列停战 这个东西是来足够的威慑 来足够的威慑遏制 你看他攻击目标全是他机场 这个基地 就让他的整个基地瘫痪 至少一两个小时内 他没法起飞战机 或者打他天然气 或者打他能源 打他这个技术师 打这些东西 让他整个的部队瘫痪 或者他这个技术师瘫痪 这种威慑实际损害就是这个 弹道弹干的是这个 包括机场停 码头停 然后电停 水停 然后雷达也是没有了 信号停 通讯中断 所有这些都是弹道弹干的 在弹道弹攻击完之后 之后干什么呢 之后最主要的就是 在他瘫痪的这一两个小时之内 咱们满弹满算 现在一两个小时足够了 一两个小时满弹满算 比如说关岛的 比如说美军这个基地 住冲绳的基地 这一两个小时内 基本就可以让自己的轰流 或者是战斗机去投航空炸弹 就是补刀 弹道还有一个就精度 精度它只有50米精度 50米精度应该算是 它这个应该算是 这个最好的 但是这个 咱们说吉达姆不一样 就是航空炸弹 就是飞机去打的话 它精度按米算 一个几百 一个几米 对吧 这个维度就不一样了 所以真正补刀的是靠什么 就是把机场瘫痪以后 战斗机无法升空 同时还可以攻击对方的防空导弹 防空导弹攻击完以后 这个防空导弹也不是我们这个目标 我们是为了配合后边的大机群的轰炸 这个摧毁一个雷达就瘫痪 其实你摧毁雷达就可以瘫痪多个防空导弹 防空导弹没雷达就瞎子 所以换句话说 瘫痪一片的这个防空阵地雷达 打掉它雷达就瘫痪一片的防空阵地 就整个防空系统瘫痪之后 整个作战系统就有漏洞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空中力量对决了 那也说你的战斗机也就跟这个临时 它起飞的那几架 比如台军的日军的飞机作战 掌握制空权后 然后呢无论战斗机还是轰炸机 就直接进入对方的领空进行补刀 这个是整个 就是真正杀死对方的就是轰炸机 或者这个战斗机最后的补刀 我们现在可以无人机啊 也可以干 这就为什么这个机载武器进行补刀 这个一定要用这个 咱们说这个高精度的这个吉达姆炸弹 或者是中国也有这种 卫星制导炸弹 就我们北斗的用处 它跟中国打这个所谓的 这个卫星太空战 原因就是它想在这个时刻切断中国的北斗 我们立刻打一颗卫星上去 我们北斗还可以继续打 总而来说这个 这是咱们说中美这个级别的战斗 但其他国家是没有这个级别战斗了 其他国家是打不到这个太空战的 但是你看就这个级别战斗 现在伊朗也是已经完成第一步了 最初的弹道板震慑 震慑完之后 它可没有打什么 它打了机场 但是没有打雷达战 打雷达战 但以色列就正完了 它防空系统就没了 弹道弹打目标机场 跑道 炸瘫痪了 然后空中力量后续来什么 来炸你的飞机 炸你的油库 就干这个事 所以说这次伊朗在 以色列的跑道打了32枚弹落地 但这32枚弹你看这个精度 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但是即使精度有问题 也不影响它瘫痪机场 不让以色列军队战机起飞 有人说你炸了跑道 你干嘛不直接炸飞机呢 这个思路挺有意思 思路 就是伊朗的导弹 去炸飞机 你看中国也在西部 在演练用弹导弹 直接去炸飞机 你看我们一个图 我们专门演练过 怎么去炸飞机 就是伊朗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 他这个弹道弹去打飞机 这个能力 他能毁掉这个固定的跑道 跑道跑不了 跑道是最容易打的 但是去打这个飞机那个目标 那太小 他能力有限 我搞不好 我怀疑这个俄罗斯给的提供了制导 所以他能打到这已经不错了 所以咱们结合这次实战 伊朗的实战 你看未来战争实际就是什么 就是导弹去瘫痪机场 未来中国可是用导弹去瘫痪它飞机 就是它的飞机也被炸 所以整个的逻辑看得非常清楚 就未来的战争武统台湾 就是我们的弹道导弹 去炸它的机场 炸它的飞机 让它起飞不了 然后我快速第二批轰流 去什么 去补刀 补刀完之后 它的机场和它的整个设施 咱们就讲 不用讲冲绳 日本人可不一定替美国 替台湾人去扛这一刀 咱们就讲台湾 台湾有多少 咱们说有多少能够扛入中国攻击的 弹道弹瘫痪 咱先不说 就是说你的机场 能不能扛入我们无人机的攻击 你的飞机起飞不了 剩下的雷达阵地被打掉 所有的机场都已经被瘫痪了 这个时候你怎么去 就救援的话怎么去降落 空降也不可能 这时候你只能猫在家里边打巷战 现在战争既然已经没底下了 那个时候攻击 到攻击人口密集区也是大概率了 但是中国不会去攻击 如果台军不做硬性反抗 投降 我们不会去攻击人口密集区 但是如果台军那40万人 就躲在居民区 那就不一定了 那什么样啊 所以咱们看这个战争 就是第一批的弹道弹打完以后 就没有机会了 咱们谈完这个 你就彻底理解战争 整个的为什么伊朗这个弹道弹 告诉你它的过程 就再没有机会了 你想要去反抗也没有机会了 因为第二批的轰流已经来了 这可能就几分钟内的事了 一个一两个小时内 你的整个就是就被全部清理掉 你还有什么能 你现在花几百亿买的这飞机全没了 你想码头想跑船都没了 你想怎么跑 所以说现在面临的现实就是这么现实 剩下的就是你在这么一个牢笼 台湾岛岛内你赚圈跑 猫桌老鼠 什么时候把你累死了 你这点40万人是吧 吃喝吧 吃喝吧 你最后不也得投降吗 没有吃喝了以后 你还能往那跑呢 所以说台湾要明白 自己是没有更大希望的 伊朗这个弹道弹 咱们通过这个实战过程 告诉你未来巫统的整个逻辑